嗨,我是橘子 今天做了一锅奶糊糊的日式奶油炖菜 奶香浓郁有人 就算气温浇降10度 也能从中感受到温暖吧 去骨的鸡腿肉 改刀加盐黑胡椒料酒 腌制15分钟 再撒上面粉 煎至两面金黄 锅留底油 炒制除了西兰花所有的食材 转入法郎锅 加水焖煮10分钟 接下来我们调一个白酱 这个酱是汤汁浓郁的关键 分次加入牛奶 倒入锅中 再加些淡奶油 简单的调味 最后放入西兰花生汁 包裹着奶香浓郁的白酱 就连不爱吃蔬菜的它都吃光光了 好吃闺蜜走了三个小时来我家蹭饭了 那今天必须给它整一顿 估计是看我朋友圈发了海鲜 才连夜赶来的吧 鲜嫩蒸出来的海鲜 牢牢的锁住了水分 肉质也是超级鲜嫩的 朋友之前刷我视频 点名要吃的西纸系列 今天也安排上了 这个真的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简单又好吃 你们一定要试试 买回来的炸物怕油多的话也可以像我这样空气炸模式 180度15分钟 解馋也没有那么多罪恶感啦 一台机器相当于拥有了蒸香烤箱空气炸锅功能 干杯 第一口给你 看到这里赶紧偷偷add你的闺蜜吧 让她做给你吃呀 又到樱花烂门时 试试看这个布丁加樱花加锐有微醺的搭配 相信我你一定会喜欢的 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 一共分为两层 先来做椰浆的部分 把它们全部煮沸 倒入到杯子中放凉凝固 正好趁着这个时间 在美团下单了 锐有微醺春季限定樱花风味小酒 接下来就是制作透明层啦 水中加入白凉粉 樱花可以提前用温水泡开哦 稍稍放凉就可以加入散开的樱花啦 最后只要把锐有微醺 浇在布丁上了就好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 入口有着浓浓的椰香 再细浇又能品尝到 低度的小甜酒带来的微醺感 快试试吧 吃甜品啦 如果我说今天这顿 只要花不到四分之一的奶茶 你们信吗 楼下超市不到三块钱的茄子 也能成就一道无底下饭的无烧茄子饭哦 最后像这样撒上白芝麻就齐活啦 好吃是好吃 就是有点费米饭哦 小时候和弟弟经常会做一些黑暗料理 但这次和你们分享的自制奶茶 不好喝 你们来找我 这个是我最近新入的小可爱 Coco Friends热水壶 是不是超级带萌的呀 折叠的设计 带出门也很方便呀 这个做法真的超级简单 学会了又可以省一杯奶茶墙啦 比鱼香肉丝还好吃的鱼香鸡蛋 好吃的秘诀都在这碗酱汁里 你们快做好笔记吧 酱香浓郁的鸡蛋 拌至米饭吃 真的无敌下饭 做法我都告诉你们啦 不好吃 你们顺着网线来打我 听说我的偶像华哥很喜欢喝咖啡 上次没赶上给他做零食 今天就做一个400次的手打咖啡吧 做法不难就是费时间 我打了焦气30分钟才打成这样 于是我又换了个小点的被子重新打发 天知道我的手到底有多酸 这个大概打了十多分钟 就比刚刚好多了 但是要打到像奶油一样的质地 臣妾做不到啊 华哥下次来我家喝咖啡吧 我一定买个打蛋器 吃了我的椒盐虾 把处理好的虾加入字幕上的调料 腌制15分钟 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再用擀面杖打成像这样的片状 大火炸着金黄 最后撒上椒盐 真的连壳都不能放过 特别酥脆 再来一罐肥宅水 简直快乐又逍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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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橘子,好久不见啊 今天做了不用容命的懒人版生电包 皮包线大,一口一个哦 把这些小菜搅拌均匀 加香油,生抽,蚝油盐 还可以加点鸡精 我做的是素包子,你也可以做成肉馅的 接到底部金黄,加水焖住个五六分钟 看看这焦黄酥脆的底部 撕开来是满满的馅料,超满足 快分享给爱的人吃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